我们来看一下此题题 此题题要我们检验无穷极数 5-10%加9分之20-27分之40 根据这个规则规律 一直加下去 它是否为收敛还是发散 如果说它是收敛的 那请你求收敛到何止 那我们先看一下 原是5-10%加9分之20 减掉27分之40一直加下去的话 我们把它整理一下 看出它的规则 5 第一项是5 第二项是-10分之10 它其实是5乘以-3分之2 那9分之20呢 那是5乘以-3分之2的平方 那根据这个规则的话 我可以找得到第N项 其实是5乘以-3分之2的N-1次方 请你注意一下为什么是N-1次方 而不是N次方呢 首先 第一项的时候它是5乘以-3分之2的0次 这是乘以0次 第一项的时候 认了数的0次方都等于1嘛 那第二项呢 -3分之2的1次方 第三项是2次方 所以理论上DN项就是2-1次方 那由上面的式子 我们可以得知 这个无穷极数啊 它的首项A1 其实就是5嘛 我们刚才有讲过嘛 就是A1等于5 那公比R呢 每一项之间都差了一个-3分之2 所以它其实公比 会是R等于-3分之2的 无穷等比极数 那我们再看一下 有了无穷等比极数 那也知道公比是这样子 那其实我们知道 这个其实就是我们所谓的极数 那无穷等比极数 它有一个规则 如果它的R 绝对值小1的话 那它必定收敛 看一下 它的R的绝对值 -3分之2 确实是小1的 所以这个无穷等比极数 它必定会收敛 收敛到哪里 收敛到1-R分之首项 那我们看一下 R是-3分之2 所以是1-3分之2 分之首项 首项等于5 那真理下它等于3 因此此无穷极数 它会收敛到3